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了开微博以来的心路历程 并且也表示微博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而且氛围也很良好 现场一身黑色衣服正装衣服的景田 扎起了高耸的丸子头 非常的干练的形象 在台上跟大家交流互动过程中 也是以很笑眼的笑容看着大家 在整个过程中会偶尔低着头小小的吸着鼻子 后来索性暂停台上的讲话 直接下台问下面的人要指尽压到之后 他轻声地说着 谢谢转身被对着大家在背后众人的目光中醒鼻子 可以说是非常没有架子景田 不管是在节目 还是生活中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一个小女孩 曾经和成龙合作卯部电影 被大家所熟悉对于北电笑话的说法 他本人也在节目采访中否认说 只是网传而已对于他的身世 大家都认为时候他有庞大的背景的 但是众人不知道的是他只是太低调 而已很少做宣传 也很少上节目没任何绯闻 不和任何男明星炒作没有黑历史给大家造成一种错觉 就认为他演大片是空降的 然后就跟风黑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 是他其实很早就出道了 也是一步一步的走来 06年的时候出过歌主演狂妄系列 接过几个单言和出演过话剧 07年好上尾影 中途也是拍过戏的11年毕业的时候 接了一个大片 但却是花瓶主演 像是配角的身份 紧接着不断地在拍戏中 积累着经验 终于在长城中大放光彩